又有團出冷康瓜和技術來射箱 台中期有一個民眾 頂高過的騎機車準備上班 經過台中期發米家 在西頓路口的時候 因為帶著冷康瓜來射車 最多很嚴重 這民眾說 那個時候冷康瓜會打開的 旁邊還有沒有相關的警戒 決定要求郭伯 但先是因為騎到某某的 跌倒心想當上 都在這便宜已經幾天 不然要再射回去 經過頭的骨頭也射回去 還有輕微腦震盪 會嚇到這麼嚴重 他說是因為路上人孔 跟他堅固打開 讓他沒辦法閃爬 立燈剛亮 所以我們都很多的摩托車 就一起出發 只是我不信就去 卡到整個車子就完全摔掉 我沒有注意到 因為那時候我大概的車速 大概40公里的速度 雖然隨便當時的狀況 路上人孔跟他堅固打開 雖然還有鐵在那邊白條的 路面率流下十多公分的困難 既然沒有任何的方向設施 人生是當時 卡到外經過這個路段 沒辦法閃爬 只經過就射程重上 是這回到的速發地點 就在台中切花米街到三燈路口 不過看到路段的人孔街 如果經過頭蓋 原本百條的安全更爽也沒去 如果流出土地的膏子 還比較沒防滑 自來自公司的人員快點到達 表示這是大型的公山之水壩 哪會向上打開 還要再拆不完音 不可能會自己打開 應該是不是 是不是那個車子 輪壓跳動起來的 我們現在在砍掉 市府表示雖然有道路管理的資源 不過人孔街是有夠公山單位來付借 只有法度要求改善 不過少少民眾不滿道路的品質 也要打算新車還沒 在這台中總學部都